这件事件是非常非常之严重的事件来的 警务人员受到袭击的是绝对绝对不可以接受的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前处长邓靖成 日前接受中兴社记者专访 在谈及7月1日晚在香港铜锣湾发生的袭警事件时 他表示事件发生后绝大部分市民齐声谴责这一违法行为 但仍有少数居心不良者选择美化这一事件 他认为应利用这次机会做好民众的宣传教育工作 应该是好好地利用这个机会从教育宣传方面去着手 令到香港的市民尤其是香港的年轻一代 他们是要很清楚地去明白到 违法的事件就是违法的事件 一定要受到这个是惩处 一定要受到谴责 而美化的行为是绝对错误的 这个我觉得不单是一个政府的责任 而是在社会各界方面 我们是需要一个全民全方位的覆盖 去教育去提醒香港每一个市民 这件事是错误的 邓静成坦言 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渠道四通八达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更应注重信息传播的合法性 避免散布 美化 支持暴力 或恐怖主义的言论对社会造成危害 你看到外国都有些例子 如果是说了一些说话 是令到去支持一些违法的行为 去支持一些暴力的行为等等 都本身已经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因为社会那个消息传递的速度是这么快 覆盖面这么大的话 如果政府或者执法部门 没有一个适当的规例 一个法例去执行 去防止 和去处理 去惩治这些行为的话 很多时候 就会令 作为香港警务处前处长 邓静成表示 香港警察承担着 维护香港社会稳定安宁的职责 他呼吁香港民众站出来支持香港警察 令他们可以安心维护社会治安 没有后顾之忧 警察是代表特区政府 也都代表香港首发的民众 去执行职务 去保障香港特区整体的范围安定的 在这个前提下面 其实单靠警察的力量是不足够的 其他所有的政府部门 所有的香港的民众 他们在适当的时候都要站出来 去行动 去支持香港特区政府 去支持香港警察 令到他们是没有后顾之忧 可以安心地去执行他们的职务 1976年7月加入香港警队的邓静成 曾驻守警察机动部队及特别任务联 在他任内 香港于2009年7月成立亚洲第一支警察反恐巡逻部队 香港反恐特勤队 在国安法实施取得良好成效的基础上 邓静成呼吁广大香港市民 也能积极参与到防范恐怖主义的视野中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